在今天最后台长还是要讲一个笑话给大家听听 希望大家捧一捧场 听完之后热烈鼓掌 有一位女子请来一位道士 她说 大师啊 最近啊 我实在困扰啊 在我们家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 先是我上楼梯 那个木头楼梯啊 居然哗他一下睡了 后来我又坐到椅子上 没想到椅子又哗他一下 又断了脚 最恐怖的是 晚上我睡觉的时候 她的床竟然也塌了 请大师救救我 我好害怕 这个道士听吧 掏出桃木箭 舞动一番 剑指这个女的 跟她说 你该减肥了 人总是从别人身上或物质上找理由来掩盖自己的缺点 这就是缺乏智慧的象征 这次能够到西班牙 这次能够到西班牙来洪法 台长非常的高兴 希望我们放下世间的明和力 我们人的一生就是犹如一辆列车 从我们生出的十八点 从我们生出的十八点开到我们人生的终点 上上下下 很多的人只能陪伴你一层 请大家要珍惜任何人陪伴你这一层的 珍惜他们吧 因为没有一个人会从头陪伴你到底的 珍惜所有在人生当中陪伴你走过路程的一种善缘 好好的珍惜善缘 就是珍惜博缘 好好的做人 能够把人做得像菩萨一样 你一定在人间畅通无阻 我们好好的学佛做人 我们一定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这个社会变得更和谐 这个家庭会变得更圆满 我们人才会变得更充实 谢谢大家